雷歐聊世紀 心靈狗個心 看到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公寓杯的比賽喔 OK 那公寓杯呢 現在是幾乎每天都在開打 真的是一直打 一直爽 沒有要挺的意思喔 好 廢話不多說 來看一下這一場 這場是Hera 對雙Viper 兩位頂尖玩家又再次遇到了 那這場比賽呢 選擇的文明很特別 是瑪雅人喔 瑪雅人呢 一直在玩家之間喔 常常被詬病喔 那被詬病的理由 很常是因為瑪雅的老鷹呢 那個老鷹爆並不是那麼的強喔 而且他的老鷹爆呢 要到帝王時代喔 才能發揮他的威力喔 因為他的帝王時代黃金國科技 可以讓老鷹提升40血的血量 但不得不說喔 瑪雅的老鷹國 他到帝王時代真的是 老鷹裡面最強是沒錯的 甚至比印加或阿斯特克還要強 畢竟血量增幅40dc喔 基本上快要增加了75%血量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老鷹呢 也算是 我也覺得啦 老鷹這個單位喔 瑪雅裡面是最強的 雖然有什麼8加9老鷹阿 或是高遠房 那個10點遠房的印加老鷹 但怎麼比喔 都還是增加血量比較好 這個綜合增加 血量是最好的 那老鷹呢 除此之外喔 瑪雅人還有這個 弓箭手 也有折扣的優惠喔 所以他的弓箭手的用起來 會更容易抱團起來 那不管怎麼說呢 瑪雅最大的問題喔 還是他的生侶喔 沒有這個救贖思想關係 所以生侶用起來 會有點卡卡的 甚至會有點難出 通常撿完生物喔 就不會再繼續出了 但瑪雅他的優點也是非常大的 這個黃金阿石頭喔 這些自然資源喔 可以吃的再更久一點喔 持續15%的效果 所以他在中後期的這個階段中喔 他會比對方喔 更多一些資源喔 所以這也是他在賽事中 也會被選到的原因喔 當然也是因為前面有些文明喔 被BAN掉了 沒得選喔 只能選瑪雅 算是一個折衷方案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到喔 中國這個文明喔 那中國這個文明 其實跟瑪雅也是相當類似喔 中國他在前期的這一吋的優勢喔 甚至快兩吋的優勢 其實這樣子 複利雷加的情況下喔 其實是會有點優勢在的 但是往往到了 陳寶斯在中後期之後 這個基本功打得越好的玩家喔 就可以拉得更開了喔 甚至會沒有影響 那中國人呢 他的玩法還是比較 偏向於打工兵系列的 那當然他要打重裝駱駝騎士也可以喔 而且連騎兵也能正常出 不攻騎他都能打 那最大的問題喔 還是沒有火炮這件事情 沒有火炮真的會蠻傷的 而且沒有火槍 所以中國呢 還是要用靠這一吋的 或兩吋的這個優勢喔 去勉強的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喔 然後打出經濟差距來 還是中國比較主流的玩法 好 那看到Hera跟Ryper已經出了戰劍喔 兩邊都在對射了 好那這邊於戰船已經點下了一擊射 目前兩邊的戰劍數量 都來到了七大包燒 但是這裡盡量 盡量不要去跟對方直接硬點 像他們這樣子稍微迂迂迂迂 然後無腦往前衝 這種事情連職業選手都不敢做的事情 一般人不要輕易的嘗試喔 無腦往前開始硬A 那最主要的海戰防守方法 就像這個河道一樣 就只要在這邊巡弱一下就好了 那家裡控完之後 沒事再回來 控一下這個戰劍 能點多少台就點多少台 還是要趕快先以生時代為主 那HERA這邊也是術生城堡 那VIPER這邊也是喔 兩邊有出戰船情況下 還可以把城堡塞生這麼快喔 真的很不容易喔 OK OK這裡HERA要尷尬囉 VIPER這邊還有升級優勢 二級色也會更快好 我怕戰船也是 完了 HERA這裡爆了 中流是中國這兩村的早期經濟優勢的優點 經濟會比你更猛一點 直接炸裂 但還是要升一下奴炮戰船 因為下方這邊海戰也正在開打當中 但VIPER很貪心阿 左邊的河道拿下來之後 還想拿右邊的 一個河道我不夠 我全部都要 小朋友才選擇 太狠 好 那HERA直接轉移在右邊戰場 那待會可能還要再補一個碼頭 盡可能的去搶下這裡的海戰優勢 好 左邊應該要直接放棄了 不肯再繼續打了 這邊就要趕快開出3TC開弄 還有按出修道院生侶 去撿一下聖物 那現在瑪雅是有轉出一些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這邊有看到一隻生侶 來的脊椎嗎 知道到了 好 中國這邊也是轉出了 中國蓮奴 中國蓮奴它的優點就是 箭矢數量特別的多 而且基本上有八弓 八弓點傷害是非常痛的 一般的 這個弓箭手 只有六點傷害而已 城堡時代 甚至 甚至這個 毛劍射手 傷害再更低 你看這個傷害 五點傷害而已 5加1跟8加 8加2 這個是中國蓮奴真的是一個 很強大的地方 喔 這人居然是 幫忙射戰船嗎 有想法耶 看來是鐵人心要把這個 海拿下來 要小心自爆船喔 OK 小心到 這邊 羽毛劍射手 控得很好 所以家裡也順利開出了第三個城鎮中心 但是左邊這個河道 依舊是有危險的 那Mapper居然這裡沒有先開一個洞出來 看到左邊河道優勢的人 可以幫對方開一個洞 幫他改建一下左邊城牆的結構 兩邊工兵對射 但是這裡有高地 所以羽毛劍射手還是要小心一點 雖然羽毛劍射手呢 以正面攻擊來說 是會射出中國蓮奴的 他以基本的這個 射的CD時間喔 他是優於中國蓮奴的 因為中國蓮奴這邊的射 嗚~~ 招到全部殘血耶 讓他射一下有太多箭矢要射 所以他的這個拇指環 已經剪下去了 還是不會比這個 那羽毛劍射手還要快的樣子 但是慢一點點而已 但不會慢太多 而且他還點下了精銳升級之後 中國蓮奴精銳了 箭矢出量增加 但他的射的射的間隔 也會大概延長一點點 所以單純以看射速的角度來看的話 羽毛劍射手這方面是有優勢的 那羽毛劍射手呢 他的防護力喔 跟這個重裝騎士的防護力一樣 遠防的部分 所以 中國蓮奴呢 打羽毛劍射手 大概是會出一個狀態 就是 以單兵角度來看的話 是優於羽毛劍射手 但以打這個游擊戰來說 還有圍超來看的話 羽毛劍射手會更有優勢一點 機動性的部分喔 好 就是這樣子喔 就是不能對射 然後中國蓮奴呢 就是只能站著跟對方A 但是 HERA這邊的 操作空間喔 就會顯得特別巨大 這個是最近有 中國 有這個 網友問我說 中國 跟羽毛劍射手 差異到底是哪裡 剛好這一把喔 就可以很明顯 剛才出來了 羽毛劍射手 正面對A的時候 很容易被射到頭破血 但是他可以利用操作 去躲掉箭矢 因為他有這個 類似於馬弓屬性喔 超多空間自然就大 所以 會比較少看到 兩邊在對A的情況下 只有Miper這邊喔 會比較 傾向女喔 跟你對A 他就會一直站著A 他也很難一直去 去做這個操作出來 那主要也是因為 連弩兵的射程 也是偏短的 哇靠這一發下去 啊 好痛 羽毛劍射手也是4加3 那這邊 欸 他警察還沒有先點 先點一個拇指環 喔 那目前呢 Viper已經有點 烈士出來囉 有那個位了 哇 被修爛 沒了 這個城堡 開起來 龍果蓮武 直接爆開 好 那 看起來 中國這邊是有 村民優勢 15村 那 Hera現在是有 軍事上方的優勢 齁 軍事有點強 14隻 羽毛射手 現在中國連弩只能 要4隻而已 藍河這邊可能要被迫 轉戰矛出來 扛下線 那只轉戰矛的話 又會打不贏 對方的同時車 那你轉中國連弩的話 至少還可以 硬扛個一發 然後點掉對方的 偶子車的 成功率是很高的 因為藉此事量夠多 傷害一定是可以補正的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 互相拆 這裏上億人 再修城堡 哇靠 19村 那要修回來的話 5個巨型頭司機 至少要25村以上 19村的話 4台巨頭是極限喔 甚至快有點修不回來 所以 這邊Riper 應該是 守住這根堡 證明整 祈禱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可以打得更準一點喔 OK 有機會嗎 巨頭砸到旁邊的僧侶 僧侶有點虧小 OK 有村民在修 就趕快轉移目標 然後城堡繼續修 這就是修城堡的意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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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堅守戰線 喔 這邊又射到了一隻 聖旅 這個應招 但是城堡爆開 跟巨型頭司機 今天 運氣不是很好 打得有點歪 好 又順利拆掉了一台 現在打了這麼久 才拆掉兩台 第三台 終於有進度了喔 趕進度 趕進度 OKOKOK 再來一台 WIPER這邊又砸掉一台三台巨頭 但是HERA也是順利的拆掉了兩棟城堡 這棟應該是有機會 欸沒機會了 這應該是沒機會了 這這個好像要打掉了 唉唷 又打歪 看這個血量就知道了 好 到底有沒有順利拆除啊 好 相反攻就守過來 這邊激戰 喔 又把血量給補回來了 OK 左邊那一台 直接先被砸掉 OK HERA看起來是 守不住了 WIPER這邊城堡 還補了一根在右邊喔 完全不怕你繼續守 看起來他的壓制是反擊回去成功 WIPER也是順利的轉出了 戰毛兵 那打戰毛兵的話 羽毛劍射手就吃不到甜頭了齁 所以就可以更盡情的 可以用戰毛兵去無腦A他 那通常啊 瑪雅遇到戰毛兵的話 還是只能轉老鷹出來打 所以可以預見的是喔 瑪雅這邊喔 會轉老鷹出來 去做個應對反擊啊 那WIPER呢 只是會轉這個 騎士的部分喔 去應對喔 老鷹已經是用騎士來打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拿這個 劍兵勇士 但是 但是出劍兵勇士的話 去打瑪雅羽毛劍射手 也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羽毛劍射手 加步兵的傷害是加2點 甚至喔 我們台灣高手克勞者 他用這個 瑪雅的羽毛劍射手 射爆哥德德的哥德德 我也對過 所以喔 可想而知喔 待會的發展就是 老鷹出來 然後轉騎士 然後巨頭呢 這邊兩邊繼續互雜 不然就是兩邊有一方轉大衝車 這邊兩邊都是有大衝車的文明的 大概瑪雅跟中國的打法 互相打一打去的體制 就會是這樣子 因為 為什麼我會這麼守呢 因為中國跟瑪雅這兩個文明 是非常非常 以前常見的對決文明 也是我都會把這兩個工兵國 去稍微研究一下 誰打誰優勢 那目前我觀測 觀測起來的結果 就是在於 兩邊在 互用弓箭手 互打情況下 像這種情況下 誰先轉中頭 誰就更有優勢一點 不管你是要打他的巨頭 或是打他這一坨兵 誰轉中頭 誰優勢 但是如果誰先轉中頭 另外一邊沒有先轉中頭 反正是轉騎士 或是老鷹的話 那一邊 轉中頭的人就會被打爆 所以 這一點就會顯得很有趣 那兩邊果然是打一個騎兵轉變 Riper這邊是要轉弱 那Hera果然也是轉出了老鷹 那有人會說 欸 Hera這邊怎麼這麼奇怪啊 因為看到對方 馬就了 還要轉老鷹嗎 那肯定是要的 血量一百滴的老鷹 砍得要命 其實轉老鷹 打 跟輕騎兵鋪打 還不上虧喔 還算是打得 但打久了還是會虧 講實在的 畢竟Maya沒有這個 免金的 免肉的 免金的肉 他的機動性單位 一定是要吃到黃金 那Maya的 中後期的效果 剛剛開頭有講到 就是那個 中後期的 支援永續效果 黃金可以挖得更久一點 所以 Hera這邊可能會轉打一個支援戰 可能自己的KD會不好看 但至少 可以慢慢的用支援 去跟對方做交換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然後 勞鷹重蹲場 現在是 遠防 二點的 老鷹 直接往後飛 想要抓巨頭嗎 也不抓 這個重 戰毛兵嗎 是我就先抓戰毛兵了 哇 羽毛電視手被戰毛打 血量掉很快啊 大羽毛 開始 加上老鷹的壓制 打了戰毛兵回去 重裝騎士 開始硬起 正面的老鷹 老鷹的血量來到100滴 果然很坦啊 光是要吃重裝騎士 也是要打一陣子 跟60滴血的老鷹比起來 本來 血量還是更優一點 好 正面直接硬起 Hera這邊直接 短打支援戰 OK 現在三防禁好了 戰毛兵怎麼打 都是一滴血 直接拉到後面 想要直接飛到後方巨型頭司機 往後一飛 拆掉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有 第三台 可以 第四台拿下 第五台也拿下 Mipe拖了一波 被衝到 後方重裝騎士 趕緊回舊 但是 所有的巨型頭司機 已經死在老鷹的手下 這就是老鷹最可怕的地方 跟你打資本戰 你的資本越多 那我就比你再更多 用你的魔法來攻擊你 太狠了 老鷹爆 這個老鷹數量 如果你轉 雙手劍兵 或是劍兵勇士去砍 雖然你可以砍出優勢來 但是 你追不到老鷹了 那就是老鷹最麻煩的地方 雖然他要黃金 但 他有這個 平影造價的優勢之外 而且還可以抗著想 抗著想 這一點很重要 而且還不怕槍兵 所以 所以他跟騎兵的差別 就是 才是蠻大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老鷹的 如果有遊俠滾的話 遊俠打老鷹 還是遊俠更多 多適一點 那 Viper這邊決定要 決定要避戰了 這一拖老鷹 這邊硬卡 他應該是扛不住 支援戰已經打輸了 中間兩塊黃金 都被HERA這邊也拿掉 這邊只要繼續爆老鷹的話 應該是 毫無懸念 可以拿下比賽 那 Viper這邊就會比較 急於轉晚 打BD 偷家戰術 去趕快把他家給偷了 才有機會打D 現在要轉出 劍兵勇士喔 可能也是 維持一晚 所以現在 趕快去 抽家 會更好一點 HERA這邊是 點下了三弓之後 補下了金瑞的 矛劍射手 升級 那升完完之後 血量會變65D血喔 生存能力會更好一點 那你傷害不變了 好 這邊完全進不去 Viper這邊 偷家 他失敗家裡 正中間直接爆開 縱裝騎士 潰不成群 直接 打出了GG 這邊守不住的話 農田就直接爆了 二十幾隻村民 三十幾隻村民 我們這些田喔 全部都被重染了 因為羽毛劍射手 是 不太怕箭矢的單位 不是 這個 英勇士 所以這邊 箭塔啊 或是城堡 其實防守效果是有限的 並不是 能做到太多事情的單位 那戰毛兵更是尷尬 他只能打 羽毛劍射手而已 所以 Viper這邊呢 只能說是 這一波 打得有點虧喔 後面六台巨型投食機被拆掉 真的是 沒有機會可以反擊回去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從中國這邊拿到的 木材跟食物的森林 大概黃金 整整贏了快要一倍啊 而且還有加上六聖物的加成 嘖 太狠了 Viper雖然早期 左邊的河道打下了 比賽的勝利喔 但是 右邊的聖物 這個 湖的 資源喔 卻沒有拿下來喔 這一點就相當可惜了 他不知道哪時候偷搬回來的 哇 六聖物在裡面 太扯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喔